是一口食物咀嚼30次 破譯當中的激素 有延緩老化的作用嗎 拳入拳啊 沒有意義啊 對 命的吧 反正做不到的都是真女 那你們家有人做不到嗎 我們家的人 女生都是矽膠慢驗型的 因為就動作比較慢嘛 可是就是兩個男生吃飯永遠 尤其是我兒子 這一口飯放到嘴巴裡面 還沒吞下去 他另外一口飯已經又放上來了 舅舅來了 我每次在看他吃飯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心臟病快要發作 我都一直要跟他講說 對 我說不趕時間 你慢慢來慢慢吃 因為尤其他又吃的量又多 所以我想說細腳慢驗一定是好事情 因為可能會有你的唾液 所以我感覺上應該是對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吃飯都是會被打的 因為我都是慢到我爸都會拿那個 沒耐心 對 拿東西打我 可是你的慢是怎樣 是含在這裡不咬那種 我覺得我的嘴巴很小的 石道很小的 對 好像是石道很小 我只要吞太大塊 我就會覺得會卡住很不舒服 真的比較窄是不是 所以我吞藥太大顆的藥吞不進去 我無法 我朋友那種感冒藥啊 他們都是一包撕下來好幾顆 然後全部吞 不行耶 我一定要一顆一顆吞 怎麼可能 你沒練吧 沒有 真的 他在幹嘛練啊 有些人不行 有些人真的沒辦法 對 有些人真的不行 其實假如慢驗型的人 你去問他 他真的就是吞藥的能力 真的就差 他會覺得我吃一大塊東西 就會卡住 所以他一定要把那個咬碎 他才會吞得進去 沒有 我們今天有把這一集 叫你爸看 讓你爸知道說 小時候不是你的問題 對 我真的 只有石道太窄 對 我真的要慢慢吃 的確是圈 這就是嫩圈的 那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我們消化系統 不是從我們的胃開始 而從我們嘴巴就開始了 所以我們從嘴巴的牙齒 把東西給咬碎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在咬碎的過程中 我們的唾液 可以協助我們吞咽以外 唾液在嘴巴裡面 也可以幫忙開始 交化 那這個最主要 為什麼要攪二 三十下 除了把它攪得比較碎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延長 我們吃飯的時間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飽足感 要大概三十分鐘之後 才會產生 所以你在前三十分鐘 能吞虎咽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說 你已經吃過量了 這真的 所以到你三十分鐘之後 你才發現說 糟糕 過量了 要滿出來了 滿出來 要吐出來的感覺 尤其去吃到飽那種 就假設前三十分鐘 狂吃 狂吃 狂吃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樣的症狀 那如果想拿到 第幾輪 起身的時候 想 哇 站起來 而且還要去拿 帝王蟹已經飽了 對 已經飽了 會這樣嗎 所以的確 我們就是需要 細腳慢念 時間拉長 所以我們一 不會吃過量 二 我們腸胃道 也可以協助我們腸胃道的 一個消化 那腸胃道真的不好的話 人真的會老得非常的快 是喔 因為你糟蹋你的腸胃道 它沒有辦法 好好的去做吸收 沒辦法去做吸收的話 腸胃道受損之後 它很容易就會有 萎縮的問題會出現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我們如果以後 每一餐都把食物打成 吃 好餓喔 又喝得多很細 聽早過老年的生活 那腸胃一定很好 不是 不是因為形狀 對 因為在咀嚼的過程中 我們除了讓它變細之外 其實你知道唾液是我們第一層消化 也是第一層的 掌液系統 因為唾液 因為唾液裡面有許多的 包括溶菌酶在內 就是說你知道我們吃東西 是細菌太多你才拉肚子 並不是真正每個都無菌狀態 因為細菌很少的時候 我們身體可以對抗它 第一層防護就有你唾液 你慢慢只要收 讓唾液充分跟食物混合 它可以先充分殺菌喔 然後到你胃還會再一次喔 所以這跟你直接打碎 是不一樣的意義喔 而且唾液它本身還可以修護 我們嘴巴的一些潰癢 或者是牙齒這一部分 我們都知道 有些人說吃完飯之後 我們嚼一些口香糖 甚至叫唾液嘛 它可以幫助我們嘴巴殺菌以外 它也可以把那個傷口上面 或者是嘴巴的一些問題 做一個修護 所以我們常常會出現 所謂的破皮的人的話 可能是它的 唾液分泌不足 所以其實唾液它有很多很多的作用在 也非常的養生 所以以前的人都有講說 其實唾液本身是一個非常養生的一種方法 你要刺激它一直多分泌 不要導致它分泌就出了問題之後 嘴巴會變得過度的乾澀 然後牙齒這一部分 或者是口腔黏膜會出現問題 喔 那是其實有沒有這種 視角慢眼防摔腦的案例 有嗎 呃 據說日本啊 日本有一個地方 就是京都的那個京丹後市 它是他們 日本的長壽村之稱 也就是它人類的密度 是他們全日本之冠 然後呢它裡面有一個非常著名 應該是日本最長壽的人 叫做牧村次郎 他活到116歲去世 哇 那你知道他死前他留給大家的話是什麼嗎 什麼 就是 矽腳慢咽 長命百歲啊 真的喔 對他們覺得說他的養生的方法 其實就是矽腳慢咽 其實有很多 你知道很多那個長壽的人類啊 他們的養生之道就是慢 因為慢食可以減低暴食的機率 而你之前已經說過 如果人類你用六分飽的狀態存在的話 你的平均壽命可以到120歲 六分飽 他們用動物實驗就發現 這猴子如果牠只吃六分飽 牠的壽命是可以延長很多的 欸 我聽說是不是好像還可以延緩什麼 腦力衰退之類的 有可能嗎 有 拒絕 之前最主要是在談咀嚼的問題 其實之前曾經有個研究 他就去檢測就是說 你在 他們就用口香糖來做實驗 就是腳口香糖的時候 跟不腳口香糖的時候 測他的那個整個腦波或他心裡的心意變綠率 然後就發現說 他可以讓你專注 對 專注 提升專注感 然後幫助思考 然後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不要再怪那些棒球場上的人 一直在那邊嚼煙草了 因為他們要實時提高警戒 隨時等那個球來 所以他們在咀嚼的時候 是提升他們的專注力的 是喔 我要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在聚焦 你知道我們在這個營養師 交抗壓的這個一個決策裡頭 有一個叫做就是聚焦 你可以聚焦口香糖 或是你聚焦一個食物 或是你聚焦的東西就是放慢速度 因為就像這個蘇青說的喔 就是其實你在聚焦的過程 會刺激腦溢血流的增加 那另外我還要補充 剛才你不是說就是你喝那個 就是打成碎的嗎 對不對 其實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 現在大家都會養人養身 你知道嗎 就會大家自己來打 你知道 那像我自己也發現 我最近就有胖 因為啊 我們喝 我自己就打那個豆漿喔 你知道打了有時候 你就不會聚焦 你就會喝的量 就會很容易過頭 可是你看啊 假設我今天吃黃豆好了 或是我今天吃燕麥 我一樣在那邊花時間 嚼嚼嚼嚼嚼才吞得下去 跟我打成一杯 隨便要喝一下去 其實熱量真的會有差 所以有時候 像我們自己的客戶啊 有時候他有一段時間 忽然要養生了 然後他都會說 為什麼我都養生了半天 怎麼沒有瘦 我說養生不等於瘦 對啊 所以就提醒一下 所以聚焦這件事情 還是在我們剪奏過程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素這樣子 那也幫我們來整理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們吃什麼樣 可能是它會是抗老的食物 或者是變老的食物 好我們來講一下 譬如說我們建議就吃了好 原 就是食物的原樣 什麼叫食物的原樣 譬如說我們看顴骨根莖類裡頭 麵條跟這個白飯 跟糙米比起來 你會發現吃麵條的人 都會比較 很快就嘶嘶嘶嘶嘶就吃完了 對 那因為怎麼樣 麵條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加工品 可是你吃飯 你是要取焦 那你吃糙米飯 是不是要花的時間更多 所以我們用這個邏輯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 就是要吃原味的食物 那再來 譬如說我們吃蔬菜 你要去選就是 越粗糙的 譬如說我今天吃西芹 你知道在國外 我看他們在那個 抗焦慮的那個文章裡頭 他真的建議病人 就是吃西芹 坑坑坑 真的 真的 他們真的是這樣建議 他就說 因為你這個取焦的過程 然後就可以讓你比較 這個放輕鬆 或是啃紅蘿蔔 我那時候看完那句話 我就覺得好想大笑 因為啃紅蘿蔔啃稀奇 對 可是人家真的是這樣建議 就是啃這個動作 就是可以相對 能夠讓你的這個 情緒比較穩定這樣子 然後所以呢 你說青春不老 很多人說 哎呀 那怎麼啃啊 多難啊 那當然不是說 真的讓你 到了六十歲 還跟寶寶臉一樣 不是意思嗎 但是呢 我們這樣可以keep住 對不對 只要吃得對 幫吃對 人人辦得到 而且像我們FB的粉絲團 回答問題還有機會 可以獲得金美好禮 歡迎大家來參加 太棒了 又不老 又有拿東西可以拿 對啊 趕快 對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